这一仗干得很漂亮 让敌人都成了缩头乌龟了 硬板的情况怎么样了 还在打倒 这么久了 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过有了中储券 原来的钞票意义也就不大了 那对特战总部的处理 特战总部 需要的是一个 强有力的管理者 让他们互相猜疑 互相防范 同时不得不尽力 把工作干好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土飞员机关长 也是这个意思 他希望您 能够推荐人选 哈尔滨那个仙道疯怎么样 他 他只是个到处招惹麻烦的 花花公子罢了 特战总部的周宇昊 也不是一样吗 况且他们都是东北人 让仙道来 说不定这个小魔鬼 会有办法 这是燕河曼娜 来往书信的记录 我都拍下来了 这个人应该被冯子雄训练过 他的仿送题写得很标准 如果要查验字体 恐怕会有些困难 这就是他们的事了 这就是他们的事了 日本人 马上就要开始新的扫荡了 你的情报很及时 特高科和旧国会 这次都是损兵折价 估计得花很长时间 才能缓过来 特战总部更是人人自危 等着上级的裁决 没人有心思工作 我也可以趁这段时间 多收集一些情报 好 还有 我想在特战总部 发展一个人 你这说蓝颜值吧 礼节汇报过了 蓝颜值值谋超人 在救国会和日本人那儿 都呵呵有命 是各个势力 争先恐后要求的对象 更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 我正在一步步 让他了解我们的事业 未来的他 会是我们的同志 占有 不用找了 谢谢 老板 嫂子 好 以后我来接地板站长 负责恢复上海站的情报工作 这位宋太太以后就是我们自家人 负责联络工作 我只有一个条件 别让我去杀人 宋太太想多了 这种脏活自然由我们这种粗人来干 是啊 好了 我说一下之后的任务 日本人现在强制发行中主券 弄得我们现在自己的银行 倒是不敢开门了 所以上风的意思 这口气大家都先忍一下 但是我们丢在金信银行地下金库的东西 必须要想办法把它转移出去 什么东西 隐朝机 就藏在金信银行的地下金库下面 这就是我让你把这件商银 买下来的原因 房契到手了吗 钥匙 房契还有合同都在里面 这屋子里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 有 在后边 看过去 知道这墙后面是通到哪儿的吗 金信银行的地下金库 我们不能在金融站上被动挨打 把印钞机取出来之后 我们要让这栋房子变成印刷厂 现在万事俱备 就差蓝长明把这个金库的建筑图纸交出来 宋太太 麻烦你出马了 我知道 蓝伯伯伯 延牧 很久没见 是啊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您要有时间就到教堂来 听听神父的讲道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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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在这里面 我是救国会的 这是你们要的图纸 是 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特战总部的人经常来查验 我保证他们什么也听不到 拿到东西以后 以前的事情就全了结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蓝先生什么意思 我不是你们的人 我们全家为你们干到现在 很对得起你们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的觉悟真不如胭脂 我女儿的任务也完成了 完不完成老板说了算 不给我们干 难道要给日本人当汉奸 我们不是 我不想干了 你 我 recorded 你 那你 不是你想停 就能停得下来的 再做下去 还是没完没了的任务 还是不断地有人会牺牲 别跟我说什么民族大义 太虚了 我根本就看不到 我看到的 只是我原本认识的 我亲近的人 一个一个地 血淋淋地死在我面前 我受够了 不止你一个人在忍受 我需要一个 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你去美飞路 厚德书店 找一位姓顾的老板 就说是周先生的朋友 他能给你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会地帮你坚持下去的老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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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把林天目卷进来 宋缅临终的愿望就是照顾好她的妻子 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 胭脂啊 宋缅死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 她说什么了 她说什么了 嫂子 嫂子 咱们先回去 行李放下 嫂子 她们还有别的事儿 咱们先走 好 蓝颜值 这次你立了大功 上封通令嘉奖 我不干了 我知道 你之前跟万战长 还有宋队长之间的感情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你是一个军人 你宣过是的 我相信你不能看着这些兄弟的血白流吧 没有白流啊 任务已经完成了呀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 我不干了 听懂了吗 蓝颜值 上面有东西交给你 这是上封特别授予你的三等云回勋章 你是这历史上最年轻的受勋者 这里边是你上次行动中表现突出 专门授予你的奖金二十万 这张有什么魔圈 这是用我们送出去的硬板印的吗 流了那么多血 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冤枉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 康日大夜吗 这就是你们天天 挂在嘴边的忠诚啊 二十万 我问你 万志超的命值多少钱 宋勉的命值多少钱 吕大康 老乔 宋勉来的命又值多少钱 够了 虽然你有功 如果你再敢冒犯领袖 我一样严惩不贷 随便 胭脂 我一样 能告诉我宋勉是怎么死的吗 他死在日本人手里 死的时候很壮烈 死的时候很壮烈 他死了 他死了 有留下什么话吗 他说 替我照顾天目 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让我们好好照顾你 让我们好好照顾你 以后有需要 尽管来找我们 而不是因为他们 这女孩儿特别的倔弱 吃软不吃硬 虽然话难听点 但是她是个直性子 你可千万别在意啊 牺牺牲了大半个上海战财 保下来的人 现在又是我们手中 唯一的王牌 我哪儿敢会在意 但是 总不能让她就这么 一直任性 为所欲为吧 按你这么说 那就得从她家人入手 我看她的 与此同时 在新四军江南纵队的司令部里 周宇昊送来的胶卷 已经被冲洗出来 一场针对燕的除奸计划 正在悄悄展开 这些字都是用访送体写的 很标准 如果单纯从字迹上来找的话 很难 可见这个燕 她是准备充分 燕提供的情报 都是机密以上的 从这些迹象分析 这个人 很可能就在司令部 范围是确定了 但是要找出这个人 得有一个合适的方法 司令员 我倒有个建议 咱们跟你弟们 前面正在闹混乱吗 老百姓的情绪波动很大 咱们宣传各的同志 也得加紧赶印防疫知识传单 发给老百姓 但是现在他们人手不够 想让咱们机关出人帮忙 我觉得 这是挖出燕的一个好机会 好 让机关的同志们都可更白 这样 大家的字迹 就都留下了 疫情紧急 老百姓不了解实情 现在是人心惶惶啊 宣传科 请机关的同志们帮忙刻钢板 大家都是秀才 不要以为 印传单就是小事益庄 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大事 散会以后就开始 人人参加 人人参加 徐司令 你来看看这张 这个是最像的 谁写的 张琪 张副层长 张琪 老同志了呀 这件事情一定要慎之优势 光从字迹上不能下结论 在查笔记的同时 我让保卫处的同志 把咱们根据地 所有的邮箱和邮政所 都查了一遍 只要发现有 仿宋字体写的信封 马上追寻线索 报告 进来 首长 自立员 我们掌握了一段证据 快说 王存邮政所的 小贩同志回忆说 他见过张副参谋长 寄过一封信 是用仿宋字体写的信封 他当时挺好奇 还特意看了看 他还记得 游到什么地方去吗 他说是上海 松江县的 具体什么地儿记不清了 对上了 就是他 自立 马上参举行动吧 不好 对他先实行监控 看他 和特战组部那边 还有什么行动 另外 把这个情况 通报给上海方面 是 类似的 红眼 对 是 红眼 是 团团的 团团的 一人 我 往这边 所以在我 哎呀 安全 我们必须打暗语 这个表示安全 安全 这个表示危险 需要马上撤离 危险 马上撤离 来杯咖啡 家里传来了消息 燕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看来曼娜给她写的信起作用了 对 还是找办法 查验避机 可燕写的是标准访送题 跟印出来的一样 就是为了对付查验笔记 跟她平时写的字肯定不一样 如果硬是让她写访送题 她会警觉 会故意写不标准 同样无法核实 这件事情确实很棘手 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机会 根据地最近出现了活乱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 群众的情绪一直很冲动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离家的情况 司令部让大家挨家挨户地 做思想工作 宣传防疫知识 这样 宣传科 把所有能够写文章的秀才 都聚集起来了 让所有会写访送题字的人 拉过来帮忙刻印板 这样 所有的笔记 就都收集到了 燕燕在里面 对 她就是司令部里的 张副参谋长 名字叫张琪 上海地下党西区工委书记 年轻的时候闹过进步校刊 钢板都是她印的 练就了一首漂亮的仿宋题字 她是从上海来的 难怪 昌泰贸易商行 肯定是她出卖的 她很可能 是在嵩护会战之前 被冯四兄收买的 现在为日本人工作 但是 因为上海沦陷不久 她就被派到了听亲送队 所以之前并没有发现 她有什么问题 对她采取行动了吗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敌人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 要继续监视她 让她继续联系漫纳 利用她来逆用情报 好 组织上考虑的真是周到 我们为了能够在洽谈的时间 逮捕这个奸细 我们必须把她之前的上级 调回江南总队司令部 会同破案 你能安全地把人送出去吗 李洁同志出事之前 我们准备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用的是情报科的特别通行证 是为特战总部执行秘密任务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启用 太好了 尽快把那位同志的照片交给我 请进 好 这本证件是真的 特战总部情报科在各地都有线人 这个名字是真实的 我只是换了张照片而已 纵队发来新的命令 燕已经报告了曼娜 我们藏在特战总部的人 代号叫做吴斯 他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这些 所以你要格外地注意安全 bothers家 还是老样子 我去看看他 好 好 在门口等我 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间隙页 已经暴露了 我们很快就能抓到它 这颗定时炸弹 就清楚了 这颗定时炸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把这些小的零件给我拼起来 咱们这小的印刷机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南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印板 本来留在上海的四打银行 是用来抵制中储券发行的 照你这么说 我们也印中储券 他们发行假钞来破坏我们的金融体系 那我们就用假的中储券搞乱他们的金融市场 像 太像了 跟真的一样 这套印板是请美国人专门帮忙做的 美国人的技术那没话说 我们开这间印刷厂并不只是为了印这些假的中储券 同时也是为了利用蓝长明的金信银行 请您来 是想让您帮个忙 帮着给鉴定一下 如果你不说 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要以假制假 是假 鬼子发行我们中央政府的钱币 掠夺我们的资源 破坏我们的经济 现在就是以牙还牙的时候 我就是要用他们伪政府发行的假币 打击他们自己的金融市场 蓝先生 我知道 你的金信银行和特战总部关系密切 在鬼子的眼里 银行是他们控制的 我就是要从他们的眼皮底下 把这些假币 通过你的银行发行出去 蓝先生 这可是尚风亲自下达的指令 让我考虑考虑吧 蓝先生 你们金信银行为鬼子发行假钞 影响极坏 这可是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你不明白吗 你们一直这样看我 我是汉奸 当然 功劳还是有的 但是 你为鬼子发行假钞 这是事实 你不想有一天我们抗战胜利了 你总得为这个事情有个交代吧 蓝先生放心 只要你继续和我们合作 胜利的时候 尚风 会亲自出来为你作证 证明你是我们的人 而且你发行假中处劝的收益 我们可以分红 二八分 当然 我们是八 你是二 蓝先生 这可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啊 对了 蓝先生 你车里的后备箱里 我放了点东西 是尚风带给胭脂的 麻烦你转交一下 他们的叫我 他们来的新人 找过我 那个姓秦呢 他们让我帮他们发行中处券 假的 那不是和曼娜他们干的事 是一样的吗 郑边战场上打不赢 就在后面打货币战 现在两边都在拼命地印钾 钞票 最终收铺的全是老百姓 钱越来越多 东西就越来越少 这样通胆下去 是要吃人的 以前还是五元十元的面值 现在一百元 五百元 甚至连一千元也要出来了 啊 走 能走到哪里去啊 国董局还是林仙君 还不都是一个样吗 就没有一个干净的地方吗 只要我们对他们现在还有用 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对了 有像冬夜他们说让我带给你 你 你去哪儿啊 还给他 你们怎么在这儿 小 晓晓小姐 那个 我们整晓路过 路过 一会儿有事吗 没 有点事 不管你有事没事 陪我喝两杯 走